要不要说说看一开始是怎么认识陈琳九的 原来我们就大概十年前当model的时候就认识了 他还去教 然后我还跳车然后跟家人吵架 背着七八公斤在跳舞 对啊 背着我的小孩一起跳 很多人留言给我就说 好不习惯陈浩森跟女生对戏哦 我就觉得好可惜哦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舞打 最擅长的是狼王跟预言家 哦 真的啊 预言家很容易就被砍了 就希望他们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不要去随便欺骗女孩子 长大以后大红大纸一定要看这集 就是妈妈叮咛啊 真的 因为没有办婚礼 我就一直没有叫他老公这样子 哦真的吗 对 所以那时候才会荡到谷底 就是得鱿鱼症 就觉得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怎么还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同 也曾经想过 我当个平凡人也不错 直到遇见了你 生命有了不同意 生命有了不同意 也曾经痛过 当个泪泪没雨的伤口 只是爱上了你 亲爱的 亲爱的跟我走 把你的爱一堂在我手中 拥挤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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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笑容 一切就足够 我愿意一辈子 劝你手 不再回头 请听书所 请听你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继瑞 今天要请到的来宾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2021年 最幸福的代表人物了 那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李蜜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蜜 欢迎李蜜来到 亲听事务所 我刚刚说你是一个 幸福的代表 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在 就是今年啊 因为刚好又遇到疫情 所以 虽然很多事情 都还是遇到一些阻疗 可是毕竟是我 就是 出唱片也好 然后最近又怀孕 所以觉得还蛮开心的 虽然还是很多不顺利啦 可是至少 有一些很幸福 开心的事情 算是喜上加喜了耶 嗯 其实今天我刚刚跟李蜜说 就是 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生活停滞了 对 或是生活变掉了 那李蜜自己呢 我自己也是啊 其实 今年就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也还蛮低潮的 因为 就是刚怀孕 然后 虽然说是开心怀孕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我的事业 全部都要停摆 然后婚礼也全部都要延期 因为我已经从去年 延到今年了 然后结果今年又很不顺利 又要延到明年 是 就想到说 啊 我这样要生完小孩 才能 结 就是办这个婚礼了 就是很没有新娘的感觉 自己觉得还蛮挫折的 然后 像我演艺事业啊 然后唱片也全部都要延后 哇 全部延后了 这更困难一点 就是我本来是预计在我怀孕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发片 然后宣传 这样我宣传完就可以很悠哉的去准备生小孩 是 结果现在延后了三四个月 害我就是要停着很大的肚子来宣传 就觉得有一点 比较辛苦一点 有点辛苦啦 然后像拍MV也是就是都变成我就是大肚子的时候要拍摄 然后又有舞打戏啊 要跳舞啊什么的 其实负担很大 真的 对 然后桌游店也是现在都还不能开放 所以我整个收入也是受到影响 就是其实有一阵子是很低潮的 是 其实这些就是你在一些新闻报道里有讲过 对 而且就是今年对你来说本来就很特别 但是因为遇到疫情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因此而停摆了 但是其实李密的生活还是在进行啊 今年推出了一批以幸福为主题 我觉得真的是在适合你不过了 谢谢谢谢 你为什么会想以幸福为主题呢 因为本来就是打算这张专辑呢 想要在婚礼上面的时候使用这些歌曲 而且我觉得像歌手很多都是符合 像我上一张或是前几张 很多是符合我自己心境的歌 这样子我觉得唱起来会更有感觉 而且可以把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对所以会比较贴近自己的生活一些啦 所以这次以幸福为主题就 本来就是想要搭配我的婚礼 然后刚好就是又怀孕这样子 让整张专辑三首歌都是很幸福洋溢的感觉 对听刚刚说三首歌都很幸福洋溢 其实我们今天这集就要来慢慢介绍一下 好 是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新娘沙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新娘沙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抒情摇滚的风格 他其实是这三首里面比较偏没那么幸福的一首 因为他是有一点那个像罗喵与朱莉 也就是两个人不能结合 可是他们就是非常努力想要逃离原本的阵营 就是以狼人杀为一个主题啦 就一个是狼人阵营一个是好人阵营 所以他们比较凄美一点就是要很努力逃离 然后可能就是中间我们两个人不一定会活着生存下来 可是呢还是很想要就是逃离这些可怕的地方 然后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样 是就是其实当中是有这个挫折存在的 嗯对 是有一些困难需要去克服的 对因为其实有玩过狼人杀朋友可能知道 就是第三方阵营其实很难存活下来 要获胜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需要靠两个人真的是非常艰辛的去努力 是你刚刚说就是狼人杀的第三方阵营 其实是很困难存活下去的 所以其实李密平常也是有在玩狼人杀对不对 对啊我其实是因为去年在宣传的时候 因为要上娱乐百分百的那个傲务狼人杀 嗯然后那时候我本来还不会玩狼人杀 就是没有平常没有在玩 因为我本来都是喜欢玩一些策略游戏为主 很少就是接触阵影游戏 结果就为了上节目想说不能丢脸啊 我开桌子店的 你就努力练习 就是努力练了好几个月拼命每天都在练习 哇你每天玩 对我就每天找客人啊陪我练习这样子 然后后来一上节目就得到MVP 觉得超开心的 天哪就是我有努力有收获 对然后所以后来觉得 狼人杀也是有很大的学问耶 就继续努力钻研 就是现在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嘛 已经玩出一些心得来了 然后就是想到说我可以来创一些新的角色 然后把新的新的东西带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更丰富 因为狼人杀就是不断会一直有新的板子跟角色 对 这样子大家才不会玩腻 然后就会越玩越有趣这样子 就是有新的角色出来也可以更多人一起玩了 是啊是啊 而且有新的功能了 嗯 而且这次这首歌也有一个新的卡牌出现了 要不要说一下 对这次又特别造福我的 听众朋友啊 对粉丝跟那个歌迷朋友 就是跟狼人杀联名一个新的角色 叫做林妹新娘 还有幻爱使者 那出了一个 这两个角色在MV里也看得到 对就是跟我的MV角色一样 然后还出了一个特别的幸福特试版 嗯 就是限量的就是 大家可以去做的店都买得到 那这个这一批限量完就没有了 然后里面就有这两个新角色 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收藏一下 这两个角色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这两个角色有什么功能 有啊 其实它玩法是比较进阶版的 它有三种玩法哦 就是一个 三种玩法 单独林妹新娘一种玩法 单独幻爱使者一个玩法 然后两个人合体 又是一个玩法 又有第三种玩法 所以就是两个角色三种玩法 还蛮划算的 就是一个卡牌 有不同玩法 就是你不怕下午无聊 对啊 就是我还蛮用心在研发的 因为三个玩法都是我自己 自己去研发出来 还要请我的客人们帮我测试这样子 测试很多次 测试蛮久的 所以这三个玩法都还蛮有趣的 而且这个造型也很特别 也是你自己本人造型 嗯 对啊 那MV里面的造型就是参考那个林妹新娘的卡片做的 嗯 对啊 然后所以我自己就是跟林妹新娘联名的这个款式 然后我常常玩的时候都会抽到 觉得很开心 哦真的吗 就欸 我抽到我自己耶 对啊 就林妹新娘就是我本人啊 对啊 抽到就觉得我还是我耶 是 就自己创造了游戏 然后自己玩 嗯 是 这首歌呢 其实是你跟陈琳九来合作的 嗯 陈琳九我帮你来制作 对 你要不要说说看一开始是 怎么认识陈琳九的 嗯 其实跟他比较熟就是上雨白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我们聊一聊 在制作歌曲的时候 因为我想说他跟朗尼莎很有渊源嘛 他自己也有做朗尼莎的歌 他很厉害 所以我就找他来合作这一首歌曲 然后才聊到说原来我们就是大概十年前当model的时候就认识了 啊 他还记得我 我觉得超超级惊讶的 因为我自己是 很有缘 不记得 嗯 对啊 后来他聊我们才想到说 欸我原来之前代言一个手机游戏就有跟他一起拍过照 可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接近十年前吧 是 对啊 他就觉得哦好有缘哦 结果十年后又再相遇了 因为朗尼莎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还蛮 蛮契合 就是我跟他讲这角色要怎么玩 他因为他会玩他都听得懂嘛 对 所以我们就讨论的还蛮顺利的 然后歌词也是我们两个一起 一起讨论出来的 嗯 就是两个人有一直不断的修改啊什么的 嗯 所以 自己觉得有一些新的活花 就是我每次都找不同的创作人跟制作人 对 这样子就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 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新的想法新的概念就会出现了 嗯 是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对陈琳九的第一印象吗 十年前可能记不得了 那如果后来来余白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都还蛮喜欢就是他玩狼人杀的样子 就是他酷酷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点出狼人是谁 我觉得很厉害 嗯 对然后上节目的时候就是 我其实对陈琳九啊 黄伟静我都很很崇拜 他们都是高手啊 对就是有一种见到狼人杀偶像的感觉 因为我是狼人杀新手 所以就是要好好跟他们学习 可是你是厉害的狼人杀新手耶 就是慢慢慢慢学啦 因为毕竟没有他们玩得那么久 是 对可是我毕竟也是资深的桌游玩家 号称桌游女王 哈哈哈哈 就狼人杀也算是一种桌游 所以我可能学的还算快这样子 嗯哼 所以就最近后来也是一直在努力转眼嘛 就是希望今年去上余白又可以更进步了 又可以跟他们来PK一下 对 对啊 看谁是狼人杀高手 但其实你拍摄新娘杀这个MV 其实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啊 嗯 要不要来讲一下 呃 其实最困难就是要跟 一开始前期跟导演啊 然后跟经纪人他们团队企划什么团队沟通 因为他们其实都不是很会玩狼人杀 我就说 他们会有点不太懂说 为什么这里要有狼人出现之类这样吗 就是我跟他们讲解很久 我的这个角色的概念是什么 因为我想要把他演出来就是在MV里面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跟不会玩狼杀的人解释这个角色 就会知道我的痛苦 所以会开很久这样子 然后我就讲其实很多都是我的想法 然后导演就是想要让他有武打啊 然后有枪战 其实原本是武打比较多啦 可是因为就是后来我肚子太大的关系 就是删了很多武打戏就改成枪战画面是比较多的 我就觉得好可惜喔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武打 其实你很想要武打 因为我以前学拳击的啊 我就一直想要在戏剧或是MV里面有一些这种武打的演出 展现一下这样 对可是就刚好遇到怀孕就大家很害怕就赶快阻止我 可是我看到MV里面你有一个画面 还是有啦 就是你一脚把别人踹开 对啊 其实肚子真的蛮阻碍 就是你要踹人的时候 我本来可以踹很高用飞踢的 现在只能就是抬一点点 可能大概45度脚了 对啊 就整个困难度增加很多 然后加上我就是怀孕有的人都会水肿 我自己的水肿蛮严重的 然后他给我的那个MV里面的鞋子 又是很硬的很硬皮的那种鞋 然后我穿到就是整个脚都肿到满出来的 就觉得很痛 然后武打的时候又受伤 对所以就是我自己是还蛮大胆的啦 因为毕竟都喜欢拍武打的嘛 然后可是现场工作人员都超紧张的 对 今天李蜜来到现场我自己也有点紧张 因为其实来到我们录音室要爬四层楼梯 对啊 我对孕夫来说真是有点喘 真的很困难 对 因为我平常其实都有运动 所以是还好 可是怀孕真的是还蛮喘的 是 而且加上又戴口罩 对 这个真的是重点 就是戴口罩真的会很喘 像是背着 因为我现在胖了大概七八公斤 就像你背着一个七八公斤的东西爬 爬楼梯一样 嗯 能体会那种搬家工人的辛苦了 是 今天访问到的来宾呢是李蜜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影像专访 在季瑞的YouTube频道 搜寻纪念的季瑞吃了瑞就可以找到了 那因为今天很建议大家可以看这个影像专访 是李蜜今天穿得非常漂亮来到蜻蜓事务所 谢谢 戴着粉红色的口罩又一身粉红色 喜气洋洋 对真的 我刚才看到你我脑袋里就是这四个字 我真的觉得喜气洋洋 我想说哇不愧是以幸福为主题的EP 带点喜气来分享给你们啊 真的真的 是非常高兴今天李蜜今天来到蜻蜓事务所啦 那刚刚有讲到说因为狼人杀跟你有这么多的连结 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狼人杀哪一个角色啊 当然是我自己的怜悯的角色啊 那除非是像平常如果玩 你有玩过网杀吗 就是手机玩的 嗯手机玩的有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去做电玩 所以我都改成玩手机的这样子 就是蛮不一样的 有些角色就少很多 因为平常见面玩你还可以自己发明一些新角色啊 各式各样 可是网络它就是限制于它的那个城市嘛 对 然后我自己在网络上面玩最擅长的是那个狼王跟预言家 哦真的啊 预言家很容易就就被砍了 对啊 可是因为预言家其实是很很难说服大家 我都说预言家很像公务人员 你要选总统 因为我们要选警长嘛 对 那预言家要想办法把那些狼人都干掉 自己当选警长 其实是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 对所以自己觉得预言家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服务大家帮大家找狼啊 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然后狼王的话是因为我跟预言家就是 一样都会选警长 只是一个是邪恶代表一个是生意代表 是 完全相反的概念 就是我通常都会拿到警长 所以我当狼王的获胜率也还蛮高的 然后在大家都很相信我的时候就是故意出个什么差错 然后就可以开枪 其实你都买下伏笔的 都买下好几个陷阱给别人跳 对啊 所以我 我就自己也蛮喜欢那个算是预言家这个角色啊 对啊 然后女巫也还蛮喜欢 最喜欢的其实是射梦人 所以我怕大家不太知道是什么 诶射梦人是什么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射梦人他是把人的灵魂吸到他的梦里 然后那个人如果当天被狼人杀的话呢 他不会死 因为你就在我的梦里 哦 去梦游了 哦 有这样子的解释 他是可攻可守 然后如果 如果我连续把你的灵魂带走两天 你就会永远在梦里回不来了 哦 还有这样子 你就会死掉 所以我是可以把狼人杀死 也可以保护好人的一个角色 啊 他就是有点像是所谓家女 我就可以弄死别人 也可以保护那个人 嗯 是 对所以我自己本身最喜欢射梦人 可是比较少人玩 听完你的解释 我觉得你对狼人杀真的是完全透彻的了解 谢谢 因为每天玩嘛 是 现在一样都会玩吗 现在就是没事在家里就是玩手机的 然后那个假日就是会邀朋友来家里玩 哦 是 以前就是在桌游店每天都玩啊 每天都跟客人玩 是 就是狼人杀其实也是一个你可以跟大家连结互动的游戏 嗯 就是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啊 我觉得也是在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蛮蛮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如果你玩手机还可以跟十几个好朋友们聊聊天啊 然后玩个游戏啊就其实也是蛮能够联系感情的 对啊疫情之下其实如果我们要在线上互动的话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游戏方式 对啊对啊 那刚刚前面提到说MV拍完之后你有一个最强孕妇之称啊 那其实因为你还有另一首MV是出价的MV 对这首歌是翻唱1992年的版本 为什么会想要翻唱呢 而且是跟丰田合作的 那时候是想说翻唱一首经典的婚礼歌曲好了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参加过很多婚礼嘛 可是我觉得台湾人自己经典的婚礼歌曲其实不多 就大部分现在婚礼可能都是放外国的西洋歌曲 对所以就想说找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详 然后又是中文大家可以唱的歌来翻唱一下 就是可以鼓励大家最近结婚的时候多用中文歌 那这首张青芳的歌曲我也是从小听到大的 小时候去参加婚礼就常会听到 就会听到 觉得很好听啊 可是因为那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歌 所以把它改编比较现代的版本 然后又带有点复古风 对我是觉得蛮热闹的感觉 我那时候跟制作人沟通就说 我一定要非常热闹party 然后大家听到就会想要跳起来的感觉 想要这种风格 对 因为其实这一次在翻唱 你们在编制上有一些改变 要不要来讲一下 编制变成比较80年代风格的轻摇滚啊 对啊 其实就是想要在婚礼的时候 能带给大家比较能够幸福啊 开心啊 就是会一起跳舞的感觉 对 也比较符合现代的风格 不像古代可能婚礼就是很严肃啊 对 比较如果是传统的话 可能你要跪拜啊 对这里要跪啊这里要拜这样 对就是稍微比较有点现代 就是融合西式婚礼的这种风格 就是可能适合就是大家都站着啊 跳舞啊 很high这样子 对 对我觉得蛮符合就是最近大家喜欢的婚礼的样貌 其实你在MV里面你也跟风田有跳舞啊 对啊 对 那期待就是以后的新郎新男也可以一起跳 一起跳这首歌 对啊 因为其实这首舞就是想要编的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没有像我之前的那么困难 对因为我是 我擅长的是舞蹈嘛 所以之前都会想说我要展现舞技 就是编的很困难 那这首其实很简单 加上我又怀孕 所以也没办法跳什么困难的地板动作啊什么的 我刚刚说你是最强的孕妇是 因为我看你两支MV 你看一支打斗 就是虽然打斗戏可能删减了一些 但是你还是有开枪有踢脚什么的 对 都有 那第二支MV你也有跳舞 我就觉得哇你真的是最强的孕妇 就是还穿高跟鞋 MV里面还穿高跟鞋 然后那个婚纱的裙摆还非常的长 我一直会踩到 所以现场的人都超怕我会跌倒的 可是还好啦 就是我还蛮习惯穿高跟鞋跳舞的 这是也选跟比较低一点的高跟鞋 大家都很担心我的安慰 减少一点那个风险的感觉啦 对啊 然后像记者会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场唱跳 也是非常卖力的 只是改成穿靴子了 是要跟丰田一起呈现这个表演 对啊 所以真的还蛮 蛮有意思的啦 就是其他孕妇看到应该会觉得哇 太厉害了 太猛了这样子 不用说孕妇我自己看到也觉得很厉害 真的吗 真的 可是就其他孕妇更能体会那个 一定一定 我现在的心情 尤其是已经八个月了还跳成这样 对 而且是双胞胎啊 对啊 双胞胎 因为我也没怀过单胞啦 就是他们都说就肚子会比较大 比较重这样子 嗯嗯嗯 是 因为你刚刚前面也有讲 就怀孕胖了七八公斤左右 对 就等于说你是背着七八公斤在跳舞 对啊 背着我的小孩一起跳 是啊 是 我们刚刚讲到说MV的拍摄 还有这么多歌曲的制作 但是今年 你结婚了 我们来谈谈看 你跟老公之间 有怎么样温馨的互动呢 其实其实去年就登记了 然后只是一直没有办婚礼 嗯 那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想要赶快生小孩 尤其是我啦 就是因为年纪大啊 我觉得女生就是太 年纪太大 生小孩其实比较危险 嗯 所以就很急着想要赶快生 我们就试过那个人工受孕 然后没成功就直接去做事管婴儿 嗯是 对啊 可是新婚 新婚生活其实我觉得很不像新婚 因为没有办婚礼 我就一直没有叫她老公这样子 哦真的吗 对 她会不会难过 我们 我怎么都还没有被叫老公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 办完婚礼才是正式 哦 变成那个 你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耶 对 我就是很想要梦想中的婚礼 是 就是 我就说办婚礼前我都不承认这样 可是要先生小孩的时候 现在很矛盾的一个心情 就是像 像她爸爸妈妈我也都还没有叫爸爸妈妈 都叫阿姨叔叔 是 真的啊 对啊 就是自己觉得说 还没办婚礼不算 对 可是因为 要为了要生小孩了 所以最近一直在调试 就是 从那个 从单身女孩变成 人妻 都还没有体会到人妻 就直接变成妈妈 要生格为妈妈了 心情其实蛮复杂的 对耶 这真的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嗯 是 一般人都会觉得说 结婚几年啊 过个新婚生活 然后再 再生小孩 嗯 这样子比较浪漫 可是 就是我的一切都非常的赶 这样 对啊 可是 因为疫情也是多了很多 跟先生在家相处的时间啦 嗯 对啊 所以 也算是 有培养到一点感情 因祸得福嘛 不然我买了新家 我去年买的新家 然后 对 搬进去都没有在家里 嗯 因为我都在店里忙到很晚 我之前玩老人杀 都晚到两三点才回家 哦 然后一回家就是睡觉 睡 睡饱 然后又出门 要开店这样子 是 所以 疫情的关系 反而能够让我 使用一下新家 哈哈 我之前都不在家 之前你好像觉得 家好像变成旅馆了 对啊 就跟旅馆一样 所以现在我觉得都能使用到新家的那个 像健身房的游泳池哦 终于可以使用一下了 也蛮好的 也算可以好好在家放松一下了 嗯 是 我们回归到刚刚说到的出嫁这首歌 就是因为你是跟丰田合作合唱的 对啊 对 而且听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彼此都觉得 彼此是神话一歌一节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 就是录音的时候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自己在那个电梯里就遇到他 我们一起一起在门口遇到的 所以那时候觉得哇 他好高哦 然后还蛮帅的 因为他一百九 他一百九 因为我自己一百七十二 就我看到他就说 哇 我终于可以穿高跟鞋了 好开心哦 终于遇到一个可以就是跟他 有好像有点身高差这样子吗 对啊 因为我的困扰就是 通常我跟他合作的男生 我都都没有办法穿高跟鞋 因为我穿高跟鞋就一百八几了 嗯 对所以通常都很难穿得到 而且加上我先生也比我矮 所以我几乎是都不穿高跟鞋 嗯 是 对可是婚礼就 就是还是很想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啊 当然 穿婚纱当然是配个高跟鞋啊 而且哇 找得真好 这个我荧幕的新郎 终于可以实现让我穿高跟鞋的梦想了 对真的是荧幕新郎 对啊 而且最近很多人都说那个都以为丰田是跟我结婚 好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标题 对啊 看标题真的很容易误会 对 觉得说诶什么肚子里孩子竟然是谁谁谁这样 对啊 就是李密怀孕 然后新郎竟然是丰田 是 就是看到标题可能会误导一下这样子 对还蛮好笑的 然后因为他日本人可能本来就比较含蓄嘛 我不知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怕生的性格 虽然大家说看不出来 对真的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工作上是会一直讲得不停 可是我私底下都是不太讲话的 所以他们就第一次见面就要拍一些录音的花絮什么的 他就说诶你跟丰田聊个天 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那边不知道讲什么 就第一次见面就想 嗯我要跟你讲什么 对啊超尴尬的 所以后来还好啊就是讨论那个这首歌啊 然后聊一些日本的话题 因为我家里就是也是跟日本相关的行业 嗯嗯 所以就是后来也就是还是有聊一些东西出来的 听说他也有问你一些就是咬字方面的事情 对啊因为他口音就是有些字他会不太知道怎么去分辨 像日本没有卷舌音嘛 对 所以那个什么也许是宿命他再去唱超久的 他一直唱成也许是宿命 哈哈哈哈 也许是宿命这样子 哎呦我有画面耶 对啊 对他们来说卷舌真的很困难 这样听起来蛮可爱的 一下卷一下不卷一下卷这样子 嗯 对所以那时候陪他练了很久 也算是很用心在制作这首歌曲啦 对啊因为也不想要让人家听到就一听就是日本人唱的 嗯虽然说有点口音还OK啦 就是不要太夸张就好了 是 那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听众朋友听到应该也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幸福的氛围啦 对啊也可以看一下我的MV里面 最强孕妇跳舞 跳舞 那我们一起来把这首歌听完吧 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 我用你是你是的心 换你你是你是的情 牵你的手 呼呼呼呼 昨天的潇洒少年了 今天要变成大人样 演不住嘴角的清晓 全都是期待和幻想 他真的什么模样 有没有一件长法 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 对或从有谁知道 难不能白头到来 有没有和我一样 我用一世一世的心 等待一世一世的情 我用一世一世的爱 也许是注定 我真的喜欢能多点好运 我用一世一世的心 换你一世一世的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这个用一次一次的心这个啊 我觉得真的会唱到人的心里 真的吗? 有幸福洋溢的感觉 今天倾听束手绊闻的来宾叫做李蜜 再次欢迎她 哈喽 昨时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蜜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今年呢 2021年有出了一个 幸福为主题的EP 对 对 然后出嫁新娘沙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 等一下再来介绍 刚刚讲到出嫁 其实拍摄这个MV 其实你们经历了一波三折啊 真的 哎呀 怎么讲 因为本来是打算 就是在我肚子还看不到的时候 两三个月的时候就拍啊 结果刚好遇到疫情 就是延了三四个月 所以到我大概快七个月的时候才拍 是 对啊 所以我就只好挺着大肚子 穿高跟鞋跳舞 衣服也改了对吧 衣服也要一直改 因为后来就是肚子大的很快 所以试穿的时候就是 现在试穿OK 就后来要拍那天台风来 下雨 然后就又要演 又演了大概两三个礼拜 然后又要再重新再穿一次 然后又要修改 又要修改了 没办法我真的觉得就是 因为我前期几乎是三四个月都是平的 然后到后面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在变大 就突然间就一直增长一直增长 对啊 我的宣传每次看到我就说哇你肚子又变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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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所以他们这个打歌服也是很痛苦 就一直改一直改 对啊 不然就是要买超大肩 超大肩肯可能又很难买这样子 是其实你从刚刚讲到现在我发现 今年拍攝MV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啊就是除了要等那个降级嘛 因为之前疫情是不能拍的 然后降级以后所有工作人员还要先快筛 然后快筛完还要戴着口罩拍摄 就是只有演员可以不戴 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都还蛮辛苦的 对就是从我们前日队准备到拍摄当下 其实都是一个过程 因为疫情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对啊 而且我看那些摄影师也是很辛苦 因为可能大太阳下他扛着摄影机 然后戴口罩还要爬上爬下这样子 对 就跟我刚刚孕妇爬楼梯子 对 然后就戴着口罩 对啊 就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就是这次能够出唱片真的是很感谢 嗯 就是好不容易诞生的这样子的EP 嗯 是 那其实今年对你来说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其实我们平常说双喜临门 对你来说是三喜临门 对啊 就是发EP嘛 结婚 然后又怀双胞胎 是 而且双胞胎有个小名叫做大红跟大紫 对啊 其实我反正是取子儿跟红儿 因为自己幻想着是女生这样子 对就后来发现是男生 那朋友就说你要不要改成大红大紫 所以反正你刚好要发片 刚好配合一下 对啊因为我最喜欢紫色 我先生最喜欢红色 是 所以我们常说双胞 那就小名就叫这个啊 叫大红大紫 对啊 那你即将升格为妈妈了 你有没有觉得说 对大红大紫有什么样的期待啊 或是担忧啊 其实比较 比较没那么担心耶 因为毕竟也是男生 嗯 男生反正就比较放心一点 就希望他们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不要去随便欺骗女孩子 因为我之前感情很不顺嘛 就常被男生骗啊 所以我就对他们的期待 就是不要去骗女生就好 是 长大以后大红大紫 一定要看这集 就是妈妈叮咛啊 真的 对啊 因为我其实从小是家人给我太多 太多期望 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 嗯 然后又不准我走演艺圈 所以我希望就是 我自己当妈妈 那会希望我尽全力去支持孩子的梦想 就是他们有什么事想做 就尽量的去帮助他们 对啊 对啊 嗯 因为其实里面自己 你毕业于台大 嗯 是 那你未来会不会对小孩 也有这种课业上的要求 我完全没有耶 完全不会 因为我自己很不想念台大 哈哈 天哪 我自己从小就想就走演艺圈啊 所以我那时候最想念的就是滑岗艺校 哦 然后大学也是希望走演艺相关科系这样子 然后家人就是坚持一定要我考台大 我也好痛苦 因为那时候本来还不知道有戏剧系 因为我那时候才第四届 算是很新很新 是 所以后来我就只想 台大里面我唯一想念的就是戏剧系 因为它比较跟演艺相关 对 所以当时家人不会反对吗 说超反对啊 到了台大怎么念戏剧系这样 对啊 我就为了填志愿表 那时候还要手动填 然后去嚼 然后我还跳车 然后跟家人吵架 跳车 因为家人载我去啊 在车上他们死不让我填 我就只好跳车自己去嚼这样子 天哪 我觉得你不只在MV里是最强的孕妇 你学生时代你就是最强的孕妇 那是叛逆学生 是个叛逆的小孩这样子 是 就为了念戏剧系不择手段 我想说我已经配合就是念台大了啊 对啊 所以能上台大戏剧系是我求学以来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终于可以念自己想念的课系了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这样 对啊 然后像世新我其实也蛮想念的 真的啊 就是有很多跟传播相关的课系啊 对 我自己也还蛮想要的 是那其实因为去年你有一个微电影叫被讨厌的勇气 嗯 是从你自己的亲生故事改编的 对啊 对你那当时看到剧本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跟编剧讨论非常久 因为他就是他听了我就是从小到大的故事 然后想要从里面揭去比较精彩的 然后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想法的 嗯 把它改编成那个最讨厌的勇气 对所以看完剧本以后 虽然有一些还是有改编的成分啊 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是 可是我觉得还看了还蛮感动的 就是把这 我后来还去看了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嗯 因为本来我不知道是编剧跟我说的 然后就发现说真的是大家都很需要被讨厌的勇气 尤其这是我最缺乏的一块 嗯 因为我就是很很喜欢去符合别人的要求 只要被讨厌我就会很害怕 就会很痛苦 嗯 所以后来觉得 真的这是我最需要的一股勇气这样 是 嗯 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 这个故事你是你的亲身改编 对 那我自己也有看完 对我觉得说好像很多人的人生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可能我们不符合别人的期待 嗯 对 黎明自己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如果我们不符合别人期待 我们要怎么去调试 如何去克服 我就是拼命型的那种 所以对自己太要求了 然后就会挫折感很大 所以才会一直得忧郁症 嗯 因为求学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努力念书就会有好成绩嘛 所以我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 我就是拼命念书 还有这个我觉得算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努力就会有成绩 嗯 可是后来在表演上面不是这样 就是我在怎么努力 我每天练歌练舞练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别人还是说你你就不是 你就不是唱将啊 你天生歌我就不好啊 然后你天生就肢体残障啊 跳舞跳很丑啊 就还是一直被别人批评 就会有这样子的留言啊 对 所以那时候才会荡到谷底 就是得鱿鱼症 就觉得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怎么还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同 是 对 所以后来就是出这个微电影 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实 所有事情我后来才知道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你可以跟自己比较 你从可能十分二十分进步到六七十分 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了 嗯 听说当时就是导演是黄中平老师这样子 然后当时跟他合作 其实你那时候跟导演合作 你们有没有讨论哪些事情呢 嗯 讨论其实蛮多次的 就是他也是很用心的一个导演 他想要把我这个微电影 因为我记得他也是第一次拍微电影 他想要把他拍得很好 他也是很 对自己要求很高 然后我又是跟这个偶像一起合作 因为我很喜欢他拍的MV 他都拍一些很厉害的歌手MV 就是跟他讨论很久 而且一开始我超害怕的 就是都不敢给意见 然后说跟我的偶像开会 我能我能讲什么 怕被打枪是不是 就完全不敢讲话 嗯 然后像拍戏现场的时候也是 就是导演说什么就做什么 完全不敢有自己的意见 嗯 就是整个超害怕的 是 对可是后来才知道说 导演他其实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人 他会他会喜欢 就是你有一些随性的演出啊 或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嗯 所以他一开始觉得说 底蜜怎么怪怪的 然后放不开这样子 后来拍到第二天我才知道 原来可以我自己加自己的想法进去 原来我可以做我最真实的样子 对所以后来导演就觉得 比较OK了就终于放得开了这样子 是 那其实拍摄这个尾电影应该有很多 女生很羡慕的一点是 居然跟陈浩生对戏 其实那时候我不认识陈浩生 因为他跟我拍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发那个电影 是 对所以就是我其实原本是完全不认识他 而是导演推荐说 这男生很帅啊 又演得还不错又很认真 对 对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太 对帅哥有太多的追求 就觉得高度够高就好了 就我可以 可以尽情的穿高 对 对所以后来就是出来以后才 很多女生羡慕我 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当时他是 其实他在戏里是演你的死对头耶 是后来才变好的 就一开始是死对头 后来才感情变越来越好这样子 对 很多人留言给我就说 好不习惯陈浩生跟女生对戏哦 因为后来看到他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因为后来都是跟男生啊 应该跟男生啊 嗯 是 变成一个陈浩生好像 欸突然间有个惊喜的样子 对啊大家都说超不习惯 就变成跟女生对戏了 对啊 是 可是他本人很可爱啊 就是他会一直在拍戏现场 一直唱我的歌 就是那首爱不凋零 我说哇你好厉害哦 还没发行你就会唱了 是 对啊就还蛮认真 然后很活泼的一个男生 其实因为那个维地影当中 你也有唱到爱不凋零这首歌 那我们现在背景音乐也有听到这首歌 嗯 你要介绍一下吗 不凋零其实就是灵感来自于我就是不雕花的花艺教室 嗯 然后我有一些的忧郁症的学生他们来上课以后也好起来了 我就觉得好感动哦 真的是能够帮助别人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后来爱不凋零这首歌 我也是自己有修改一下他的歌词什么的就是希望把这个勇气加上爱就是传递给大家 嗯是就是爱真的是不凋零的 对而且他是可以传递出去的就是你自己拥有这个勇气跟爱你可以再分享给别人的 是其实刚刚因为你说到花艺这一块我就觉得哇其实里面有分很多个面向耶 不管是在歌唱戏剧那你私底下有桌游也有花艺 嗯 对你自己在这么多个领域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最忠于哪一个领域呢 我其实最最热衷的还是在表演上啊就是唱歌跳舞演戏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嗯 因为这行业真的没办法那么稳定嘛 而且加上我之前讲的就是常常没有工作我就会开始犹豫 所以就自己又在创了这个桌游还有花艺这些副业 是 让我可以有有那个抒发的管道 嗯 然后也有也有办法就是把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对 而且我都会跟像我学生啊还有客人都变成超好的朋友 啊那真的很棒耶 对啊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给别人 是 大家都说我看起来好像很难亲近 可是后来就是像客人学生 你说客人一开始会跟你讲吗 他后来才跟我讲了就说哎我第一次看到你觉得你好凶好难亲近 然后后来才发现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架子 就是很乐意跟大家当好朋友 对 对对啊像最近疫情我也都约客人他们来我家玩啊什么的 就一起来玩王人杀啊这样 对啊所以就是完全没有什么秘密 哈哈哈哈 而且因为你刚刚说疫情要多的时间在家 那其实也跟朋友之间好像又多了更多的连结 好像大家因为也没有办法出门让我们可以用游戏来互动 对啊其实之前可以出门也是可以啊 就是来我做电话而已 现在改成来我家就是有点不一样比较温馨的感觉啦 是 而且就是感觉距离拉得更近的 因为像我家还有四只猫两只狗 然后反而很多人是来我家玩猫狗的 要来跟小动物玩啊 对啊以后可能只能来玩小孩的 对以后又多了一个可以来互动 对啊 是那其实我们刚刚前面介绍了两首单曲 那我们现在来讲最后一首叫做什么呢 最后一首叫原来在身边 原来在身边 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想要呈现怎么样的故事 其实这首是三首里面我第一首创作出来的 哦真的啊 就是找制作人然后录音都是最早完成的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用在我的婚礼上面有一首浪漫的华尔滋 然后我还跟就是我老公已经练好这首舞了 就是想要在那个巴黎岛的婚礼上面表演 对虽然就我们两个都没有学过那个国标舞 可是就为了这首特别去学 然后学了好几个月终于学好 结果婚礼延期 国标舞所以你为了这个去学耶 对啊 是你觉得国标舞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难就是要两个人能够互相配合 尤其是对方就是完全没有学过舞蹈 也不算完全啊 就是他没有什么舞蹈基础 如果比较没有舞蹈的地址这样 对所以就是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我比较会跳舞嘛 他比较不会跳 所以就常变成女生要去带男生 就会很奇怪 因为国标舞通常是男生带女生的 对啊 然后加上他又身高比我矮 然后国标舞又一定要穿高跟鞋 就是很多动作都做不了 像是他要手过我的头转圈啊 或是什么 就是很多因为身高的限制都没有办法做的动作 所以只好删去吗还是 就是请老师改成别的啊 例如说那个手过头要转圈呢 他就手就不能过我的头 就是我自己转 自己转 之类的 所以在学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好笑的 就是很辛苦 然后现在又不能跳了 就觉得好遗憾哦 就好不容易练好了这首歌 对啊 这首其实真的蛮浪漫 而且有加进去就是 我对上帝的感谢 因为本来就是我 因为好像大概接近十年前就去教会 那时候第一次得犹豫症 然后教会对我的帮助还蛮多的 所以像我之前的专辑也是 就能加进去对上帝的感谢 我都会把它加进去 所以这首也是就是 里面有一句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宠 嗯是 你就把它写进去 因为这首歌的作词也有你 对就是我有跟作词的人一起写一起讨论这样子 我就请他一定要把这个上帝的恩宠给放进去 是 所以感觉说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你也一直都惦记着你过去那些 就是你经历过的每一个挫折 嗯 就是你是一个 我觉得听下来你是一个带着伤疤走到现在的人 对啊 其实不像大家表面上可能觉得我很光鲜亮丽 就是高学历啊又是千金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觉得人生还是很多坎坷很不顺利的 嗯 只是因为上帝我觉得给我很多帮助 然后也给了我很多礼物 是 对啊像我的家世背景啊 或是像我的头脑我的一些天赋都是上帝赐给我的 所以我一直都心存感激啊 是 其实李密自己也是有很多的努力啊 谢谢 就配合你的天赋 他们才可以创造出现在的样子 嗯 是 很高兴今天里面来到清廷书所 那我觉得刚刚前面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 我们最后来聊聊李密自己 嗯 我们最后的时间来聊聊你自己 如果要用 如果要对十年前的你说话的话 你会想要说什么呢 刚刚你说十年前你遇到了很多事情 嗯 那如果现在的你回头看 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呢 我会好好鼓励他 就是不要在现在犹豫里面了 嗯 而且 呃那时候因为常常失恋啊 然后就会 就会走到那个犹豫症的低潮里面 然后加上失业又不是很顺利 所以我现在会跟他讲说 呃 你想想你以后一定会更好的 所以不要再执着于现在的挫折 你只要走出来 之后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 更好的工作 然后 在低潮里面 你一直哭只是浪费时间 还不如赶快振作起来去 努力别的事情 嗯 是 那其实 呃我觉得很多青年啊 跟重点的黎蜜一样 一定也会很想要往演艺事业走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进行 也不知道动力来源的来哪 可能做了没有一点回馈 你有什么鼓励想要给大家吗 呃其实要做表演的话 你要很有决心 因为 其实像我的同学们或是这一行的 其实饿死了 没饭吃的都很多 嗯 所以你要先有心理准备 就是你可能会 呃经济困难一段时间 是 而且也是有要有一点运气啊 因为观众员也很重要 对 所以你可以给自己设一个 设一个限制 例如说你觉得 可能多久的时间是你可以拿来努力的 比如说我努力到30岁啊 努力到35岁 要有一个期限这样 对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是可以考虑转行 如果行的话 你就是继续坚持下去 只是不要想的太过美好 不然你就会失落感会很重 嗯 对就是你要先做好准备 可能先存够钱啊 哈哈哈哈 一阵子的时间没有工作之类的 这是比较现实方面的事情 对对对 其实就是一股热情吧 如果你对表演真的很有热情 就抱着 二十也无所谓的心情 一路走下去 嗯 是 就是我觉得 可能是说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啦 我们同样都要像从前的你一样 怀抱着这样子的热情 走到现在 嗯 是 那今年发行的EP也充满了 满满的幸福感 那我们最后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支持你的人说呢 嗯 真的很感谢 就是我 做表演其实已经20年 对啊 接近20年的时间呢 那有一些支持我的 不管是朋友啊 亲人啊 还是粉丝 我真的都非常感激 而且我会继续努力下去 就是为了让他们看得到 更好的我 就是每一次的作品 我都觉得 都有一些小进步 让你们知道说 我一直有在努力 然后一直带给你们新的东西 这样子 嗯 一直努力 一直想要留新的作品 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或是有想要挑战 什么样的领域吗 未来哦 就是现在是个网络世代 所以未来会想要 多拍一些网络影片 就是跟大家分享 在YouTube上吗 分享对 我分享我的生活啊 我怀孕或是当妈妈的一些心情 哦 那很值得期待 对啊 因为我自己身份的转变嘛 所以可能原本是 男粉丝比较喜欢我 那希望之后可以 多带给一些 妈妈们啊 或者是 就是 女孩子们 就是多一些的 心情分享 这样子 对我们就可以在你的YouTube频道上面 看到大红大纸这样 对对对 然后也会有像猫猫狗狗 这样子 会啊会啊 对就是他们的陪伴 对啊 哇这些小女生一定很喜欢看耶 真的吗 喜欢猫猫狗狗的 应该都 都会想看的 就喜欢猫小孩啊 小孩啊 猫小孩跟小孩之后就 混在一起玩了这样子 对 感觉这个vlog会很温馨 对啊 所以请大家可以 加一下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现在都是MV啦 就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 我自己的生活这样 是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整集节目 从一开始到后半部 我们聊了很多就是 你今年的作品还有MV 其实在你的YouTube上都可以看到 嗯 那我觉得唱在新娘生的MV当中 就是 我真的是还 我觉得整个场景很华丽 就是而且装法也很厉害 哦谢谢 然后就是你们自己还这么卖力的 演出了舞打的部分 嗯 那第二首就是跟丰田合唱 出价 出价 对 就是你也有跳舞啊 而且刚刚有说到 就是有些年轻人搞不好也可以学起来 嗯 你们在婚礼上搞不好可以一起合唱 可以使用中文歌 简单的舞可以学学看 对 简单的舞 那是有个手势叫爱心舞是吗 对啊 因为我跟丰田都有比爱心 可是是不一样的方式 然后跳的也不一样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去学看看 都可以学看看 就其实也蛮好上手的 对啊 好记又好跳 是 这些我们 这些内容都可以在李蜜的YouTube频道上看见 对啊 可以搜寻一下李蜜Mina Mina 就可以找到 那我们还有在哪些平台可以找到你呢 那我的Facebook也是搜寻李蜜Mina 就可以找到了 然后IG的话也有 这三个平台是我最常使用的 蜜其实是 一个宝盖底下一个臂 必须的臂 是蜂蜜的蜜没有虫哦 不要打错字 是李蜜这样子 非常谢谢李蜜今天来到倾听事务所 好谢谢大家 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听见灵魂中的和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